到新北学英语 走到哪就学到哪 新北市教育局和英语教育业界 攜手推出了由新北游英语的APP 只要在新北各大景点打开APP 随时可以体验1800个数位课程 让你想说就说 想学就学 带着平板距旅行 小朋友在博物馆认真学习 我们在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会让每个小朋友 都能够用英语来介绍英哥陶瓷博物馆 所以他们不但要把它写下来 他们回去之后还用英文来跟他们爸爸妈妈 来介绍英哥陶瓷博物馆 太厉害了 没想到情境式的学习竟然可以现学现卖 这款由新北学英语APP 结合新北IMAP 透过AR和VR技术 在新北各大景点设计英语学习课程 总共有30个学习场域 我们是以新北市的IMAP为基础 我们挑选了新北市的30个最重要的生活场域 要将新北市打造成一个英语学习村 我们的做法就是利用新北市的IMAP地理支援系统 再加上GPS卫星定位的技术 我们导引学习者到新北市这些重要的生活场域 然后我们再以AR以及LBS的技术 启动该场域的英语学习任务 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成为 英语行动学习当中的宝可梦 就是你想去哪一个地方 对 你想要去哪一个地方 这时候学生就可以探索到人里面的课程 里面其实在这张海报里面 有上百个课程在里面 所以老师跟学生就可以透过这样的AR情境学习 透过校园各个角落不同的教室 都可以来做情境的一页 由新北学英语APP 就像英语学习的宝可梦 这种情境式的教学寓教娱乐 更容易引起学习兴趣 大家都知道英语的重要性 学习英语一定要有环境 我想这个不用自已的 因此我们新北市政府在这个 营造这个英语学习情境这个部分呢 我们其实都录了蛮多的资源 包括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有这个外籍老师的这个加入 还有我们也带了很多英语的团队 然后我们也鼓励学生参加这个 鼓励志工的服务 我们也打造了八十个学校的英语学习的情境 但是这些都在校内 那我们更希望说 校外也有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呢 其实后面其实是有声音 就是电源会马上回答他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呢 是可以让学生不断地沉浸在这里面的 为了打造新北英语志会城 新北市政府除了改善学校软硬体 也引进外籍英语老师 设置情境教室 营造最佳的英语学习环境 那这些学习呢 学生都还可以透过我们的功能 中英文翻译啊 课后的练习 他们随时的体验 所以这样子的课程呢 其实在我们APP里面 已经有超过一千多段的课程了 所以他们在整个新北市 除了三十个生活场域之外 打开APP 像Seven啊 全联啊 都可以体验到这样的英语学习 生动的教材 有潜入生的教学设计 能提升学习意愿 增加学习效果 现在由新北学英语APP 提供三十万组一年使用的账号 要送给新北市学生免费使用 欢迎加入情境学英语的行列 记者方坚凯三重采访报导